OK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我們來看一下模克思課程的經營 因為剛剛各位已經看到了就是怎麼樣加入模克思課程 有沒有很難 沒有啊 註冊就 隨便註冊一下就有加入課程也很簡單 但是在整個課程模克思進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跟各位提過去他不只是只有影片 他還有一些互動的部分 所以呢 你看一下 這裡 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Share Coast 還有就是我們那個E-Want他們都有所謂的電子棒 他會隨時告訴你最近又有開什麼新的課程 你看像這個是前一段時間的 比較冷的時候 溫泉課就來了 就搭配這種時間 你也可以 溫泉也可以開課 對啊 有沒有 像這樣子 你看這是正修課大的 那另外我剛剛講的 他如果有一些付費課程這裡也有 他會通知你說 喔 這裡 這個是付費課程喔 付費課程喔 那另外呢 浴碗 他叫做伊碗棒 他也是一樣 就是會把 最近有開哪些課程 你看也有六週的 學西班牙語的 學西班牙語的 另外在這裡 這個是COSA 這個是國外的 我們剛剛沒有看國外的 但是 國外的也有 COSA裡面呢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中文的課程 不過COSA裡面的 這上面都是付費的 國外有一些網站他 就是 付費居多 免費比較少的 也有 另外在這裡 這個是對岸的 有沒有 中國大學MOK的 一週新開課程 早知道 他就告訴你 最近你要開什麼樣的課程 開什麼樣的課程 所以 你收到這個 通知之後 你就可以進來 準備去選課 那 我們再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什麼 互動的就出來了 你可能會看到 有些老師他說 請同學 哪一週 因為有的是 每一週都有一個小測驗 隨堂考 當然 已經講過了嘛 你要參加不參加 你家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想要認真學好 你可以參加一下 那 你就會收到這樣的公告 他就告訴你什麼時間截止 然後把握時間 有沒有 然後這裡還有什麼 就是 計分的方式 因為其實 老實說 老師開模課司 會比開OCW 辛苦一點 因為OCW就錄影就好 可是這邊他就是要這些互動 所以 在開模課司的時候 TA的 角色 你們所扮演的 會比較 重要一點 因為你要負責幫老師在線上 跟這些同學做什麼 做互動 像你現在看到這些 事實上都是TA在做的 都不是老師在做 老師 平常就很多事情了 對不對 所以 怎麼算 成績啦 然後那些統計啦 雖然老師這些都出好了 可是就是要 由同學這邊 就TA這邊 來負責 輔助一下 輔助一下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個是 測驗的部分喔 另外呢 有的 課程 他 因為就不見得 是什麼 就是這種 測驗型的 他是屬於真的要交報告的 就跟各位平常在修那種課程 一般的課程一樣 有其中其末 不過說真的 你要知道 大多數 開模課室的老師 通常不太願意做 作業跟報告 你知道為什麼吧 因為 選修的同學 一頭拉股 比較熱門的課程 可能上千位 在國外 或大陸 他們 服員比較廣闊的 可能一門課就幾萬人 交作業交報告 老師眼睛會壞掉 觀看就累死了 對不對 所以這種的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 那台灣來講的話 比較就跟你 在選修所謂的 熱門通識課一樣 熱門通識課 有的老師 一門課 也許就100 200個人 那這個改這種作業就比較 辛苦一點 所以也是有 那你看 這裡 人餘餡的有沒有 怎麼 鍛鍊肌肉 鍛鍊肌肉的 你看 這位老師才好玩 他說你自己拍影片就好了 拍照片 把你肌肉三連拍 因為他認識你的肌肉 從來沒有修過老師 開這種 作業的 拍照片就解決了 當然不能沒有穿的 要有穿的 就是看肌肉 你會不會 去應用這樣子 所以 這個是 蠻特殊 這些課程 現在都還有 有一些是屬於熱門課程 那我剛剛跟各位提過的就是 這個在去年底的時候 Evant跟Powerline 他們有推出一個叫做認證特考 就考試的部分 也就是你選修了某些課程之後 你想要取得所謂的 學習證明 因為像現在有一些所謂的自學 有聽過自學吧 現在有一些 選擇就是非傳統的什麼 就是就學管道 那他用自學的 他就可以透過這個認證考試 來證明說 我確實有選就這個課 那他們也真的 在 某一天就集中在學校 考試 那你有考過的 就通過 他就會頒發你證書 那一般在國外 如果你是選修這樣的課程 假設你要證明的話 通常他會收一個手續費 假設這個課程是免費的話 他就還要 你要有證明 就是要有另外一個 申辦的手續費 這樣子 這個是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其實摩克斯 也有這種認證的部分 好 好